人有五感 视觉听觉 嗅觉 味觉触觉 我感觉到有人在盯着我 我预感到有危险发生 等发生在五感之外的通常被称为第六感 以前有位心理学家设计了转身实验 大概就是你能不能感觉到别人在背后盯着你看 此实验后来经过改良 心理学家让观察者和受试者完全隔离 完全屏蔽五感 观察者通过电视盯着受试者看 电视画面会随机关闭 实验结果是出现强烈正在被盯着感觉的人 正确率高达74% 于是科学界开始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 观察者的视线是否产生了什么信号呢 按照科学的说法 人类的视觉仅仅是对光线的被动反应 也就是视觉输入形理论 但也有光学家认为 世间的一切都会对外辐射能量 并且这些能量都会被同时 约束在一个巨大的神秘媒介中 万物就是在这个媒介中相互影响的 而之前的实验似乎能说明 神秘媒介的理论是存在的 或许这种神秘媒介 可以理解成念力或者是精神力 也就是超出了五感之外的第六感 而被热议了很久的量子纠缠 也同样说明精神力或许存在 所以你觉得第六感是玄学 还是尚未完整理论的科学呢